遭守所隔天 黃紹婷服務處仍照常開門 但上午九點過後 卻等不到有人上班 只有黃紹婷的父親 好長得跟他們共襲 要接電話也要選民服務 而親友文訊更是上門關心 但警方搭動作約談了十多人 其中七人被轉為被告 六人分別以兩萬到三十萬 萬元交保 還有一人遭到生押 其他人連同他的父母 則是被請回 至於黃紹婷至今仍沒有 道案說明 甚至傳出 可能已經出國 根據鄰居說法 他當天一早六點多就離家 大約六點半就能抵達機場 如果提前一個半小時報到 除了可以搭乘班機 到日本成田 也能到深圳及澳門 甚至河內跟香港 另外也有傳言 他可能搭乘更早的班機 前往廈門 黃信議員部分 目前尚未到案說明 是否出境 檢方不願證實 但消息人士表示 搜索當天黃紹婷就曾透過電話 跟檢方聯繫 預計這兩天就會回來報到 因此國民黨 高雄市黨部也發出聲明 表示案件在調查階段 暫時不會做出黨紀處分 後續將依調查結果 以及黨內相關規定辦理 不願太早把話說死 TVBS新聞 林一邦何信 SN區小組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